其實在這間月子中心 我很喜歡走在這個廊道的感覺 我講不出來 但是它有一種 讓我回想到住在英國旅社的feel 對 在這個廊道 它其實在這裡是一個回字型的設計 所以其實它廊道比例占得還滿大 等於是回字型嘛 那房間就是繞著這個廊道在走 然後嬰兒的是房間在正中間 其實就在中間 這種風格的話 其實廊道站在空間的比例 其實它是最重的 就是說我走在這個廊道 我可以感受到這裡的風格 還有一個沉澱的感覺 其實當初屋主樓 它想要用的是藍白色 可是你知道當藍白色 它就跟大廳一樣 你一進來的時候 空間整個是比較平的 沒有層次 跳不出來 對 它會沒有層次感 那因為如果說 我們現在是用這樣的大地色 然後我們走在這個廊道裡面 然後當我們開啟房間門的時候 才會那種留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覺 是亮的感覺 是亮的感覺 好 那這個廊道既然它的面積這麼大 你的設計的一些材質上面 你怎麼樣去搭配 像廊道的部分的話 我們走的是比較音式的感覺 那就是說我們上面是用 一種線條的壁紙 下面其實是一個樹面的壁紙 然後搭上就是用那個古典線板 它去做成一個扶手的感覺 去創造這個音式的風味 這個線板不是平面的對不對 它還有往外拉一個立體的空間 對 它就是作為 也是作為一個扶手設計 它等於是兩用的 所以孕婦 產婦 已經生完了 要散步的時候是可以扶著這個扶手 在這邊繞圈圈的 對 好貼心喔 而且我希望走在這個廊道的感覺 其實它是比較溫馨的 所以就是我們會有一些 避燈的設置 所以你會看廊道看過去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避燈錯落的感覺 那是你的畫嗎 對 這邊都是我的畫 其實當初也是陰錯陽差 就是屋主看到我的畫的時候 很適合我們這個風格的那種味道 而且外面其實你也找不到 所以就是說我複製了很多 就是我畫的畫 然後掛在那個廊道的感覺 可是你可以邊走的時候邊看 那這個廊道我們還有做了一些 就是比較角落性的設置 譬如說你看可能 你在那種國外的飯店 一走一走就有一個座位區 可以坐下來 就是這邊的一個 它是一個茶水區 兼一個書抱區 它看起來是一個比較精緻 比較舒服的角落 對 那這個廊道跟剛才我們看到這個 媽媽教室 教育室的這個地方 感覺就走得是比較英式的風格 對 那可以看房間了嗎 好想再看看房間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去房間看看吧 OK